离大谱 这可能是2023年最奇葩的贼了 这张图片你能看得懂吗 偷盗手法脑洞之大令人咋舌 即使放在改车界也是炸裂的存在 吸尘器改装在车上偷了6000斤玉米 你真的没看错 这是民警刚刚破获的案件 男子购买吸尘器和电机 将电机连接吸尘器放置在车内 并在面包车的底盘掏出一个洞 将吸尘器管道从车底的洞中伸出 开车经过晾晒的玉米上方时打开吸尘器 一人开车 一人操控吸尘器往车内吸玉米 小编我真的要笑哭了 这得是什么人能想到的偷盗手法 2023年10月9日 山东省林仪市林树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 有人驾驶面包车盗窃其 晾晒在路边的玉米粒 在路边的玉米粒 面包车从晾晒的玉米粒上方开过 玉米粒就莫名其妙的少了一些 可面包车既没有停车 车门也不曾打开 据报案群众称 当日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从自家晾晒在路边的玉米上方驶过去 他见车辆经过的地方 玉米似乎少了些 便仔细瞅了一眼 发现面包车的下方 竟然是一辆